经营需要规范 开车也需要谨慎的驾驶 昨天下午的3点40分左右 在海口秋海大道北往南方向 海口市海瑞学校正对面的一处红绿灯处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SUV被一辆集装箱半挂车 直接顶上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上 索性无人员伤亡 而说到事故的原因和车辆的视线盲区 不无关系 记者赶到事故现场时看到 这辆被顶到绿化带上的黑色SUV 左侧后排车身被后方的集装箱半挂车 撞出捞线 绿化带旁的路源石也出现了破损 集装箱半挂车 左后侧车骨路上也有明显的擦碰痕迹 右侧车头也有轻微擦伤痕迹 索性无人员伤亡 两辆事故车辆的驾驶员均在现场 配合交警的调查 我边过来在他前面 他劝了我了 因为我前面还有车 我的手头肯定要慢下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 秋海大道北往南方向 海口是海瑞学校正对面的行车道 共四条 据SUV车主福先生称 当时自己行驶在第三车道 向第四车道并线时 与后方的集装箱半挂车 发生了碰撞 情急之下为了避免 与其他车辆发生刮蹭 福先生便左打方向盘 直接被集装箱半过车 撞上了绿化带 对于事故原因和责任 双方各执一词 为了避免事故对交通造成影响 交警在现场指挥拖车 将SUV拖走 具体车辆及路员时损坏的赔偿问题 需要等交警部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 再进行协商处理 大货车是赔偿多的 大货车的盲区是在左右的两边 我会提醒大家 各位广大的司机说 如果我们平常开车 要小心如果变道拐弯什么时候 我们要确保后方安全 我们才变道或拐弯 直播海南 记者报道 感谢观看